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车购车 问大师 我是老四季 今天呢 给大家带来的这台 作为奥迪旗下中大型四门的COOP 2010年第一代车型面试时 一定下了此车的基调 和A5 Sportback近似 但更加优雅与成熟 车体相对A5更大 所以呢 在平衡性上更贴近 行驶稳健性与舒适高级 奥迪对它的定位是一台亲民 顺畅又隔调的四门轿跑 这就是奥迪A7 自A8以及Q57 A6等之后 新A7也沿望这套MLB F平台 这已经是奥迪全新现代化的汽车基础架构 新平台强度更高 重量更轻 提升了基础行驶性能 也有更精致与高级的升级 设计上已经是最新的奥迪 更前倾低矮的中网设计 设计线条也更加锐利 贯穿式的尾灯和中控双屏触控 已都是最新的流行设计 轿跑风格的溜背造型和无矿车门 增加了A7的颜值 这种精致格调之美 那是谁都会欣赏低 而且新引擎非常的厉害 这副55TFSI的动力系统被定位成具有中高性能的轿跑格局 搭载的是一台3.0升V6涡轮增压引擎 搭配一个48V电机 最大马力340匹 峰值扭矩500牛米 不管怎样 这些完全是一台性能车的配备 即便5档1000多转 轻轻踩踩油门 车子动轻轻松松的加速推进 而峰值扭矩 可以从极力的1370转开始 一直延续至4500转 以仗7速双离合的高效 A7保持的弹射力很强 又很斯文的加速 稍歇一口气 并马上衔接着最大马力的5000转的骑士去 比上一代更强的性能 让A7动态表现更显轻快 也就是说 开新A7 几乎就是从你踩下油门踏板开始 它变换一路给你最强的性能输出 并将扭力与马力 近乎无缝衔接 而A7这类先辈车的出事 就是为了应付西装绅士的日常生活 因为 相比起外观的一点点的跑车饭来说 A7的内部构造就非常的商务了 这里呢 没有看到探签示板 加上这朴实的内饰配色 的确是商务接待的一把好手 因为 这一代的奥迪车系都用上了这种双平的构造形式 让车内的科技元素进一步增强 劳斯锡认为呢 A7的亮点不在车内 也不在性能 而是这类先辈车型的屁股 这种流线型的设计 让A7的侧面非常圆滑 车顶从后排就开始表演了 一直延伸到后面这个电动尾翼这里 对A7最有跑味的就是这个配置了 加上这非常开阔的后备箱开口 A7可以满足你不少的愿望 A7的行驶风格 新一代和旧款的差别其实是并不明显的 就是一部精致舒适 但操控能力不弱的轿跑车 这一点奥迪真的比较懒的 但从另外的一个层面来说呢 奥迪打造的汽车会给人一种极高的完善度 制造非常精良 这种完善度让这台车精致稳定 所以呢 你不会在A7或是其他奥迪车系上 探究到超出它早已设定好的极大特征 换句话说就是完成度高但可玩性低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开A7几乎不需要驾驶者有任何的技巧 因为无论动力 车架调教 都是一种很完善与成熟的设定 几乎能够适应任何的驾驶者 将车的定义与重要性已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境界 会将人需要的适应能力尽量降至最低 毕竟A7的头顶上面还有S7和RS7 吸引擎非常的厉害 奥迪在定位上还是延续自己的风格 亲民 顺滑 悲伤的一开 而且精致 A7的定位则拿捏于日常轿跑化调教风格 既有类似A6的那种高级舒适 又适当的增加了一点积极的回馈感 但是 就跑位来说呢 A7始终是肯定欠缺的 新A7的操控基调可以想得到是很奥迪的 车架完全hold得住动力 A7轿跑的设定比A6那类车多了一些转向的快速精准 与车架的沟通感 A7的这套Quartual设定是立足于主动安全的四驱 虽然车辆的循迹表现相对积极一些 但也绝对不会有什么太强的表现欲 它能让普通驾驶者比较容易把控 但是 极限又很高 给你一种很稳定完善的驾驶机器的感觉 好处是呢 安全危险的四驱系统 加上良好的轮胎抓地力像这一台轨道车 但是 它就像一台不太愿意拐弯的奥迪汽车 面对一些刁断的场合就显出有些生硬 不够柔韧灵活 A7呢 基本没有什么跑位 但整体来看仍是一种极高的吸引效率 总的来说 新A7是一台很美的奥迪汽车 既精致又格调 它的驾驶感其实并不算乏味 不管怎样 它的加速力和操控性都不会差到哪去呢 始终 这只是一台普通的A7 而不是S7或RST 所以呢 它还是需要更亲民的调教 维持一种较高的极限 令车身有种轻快冷冽撕破空间的穿透力 而拐弯能力则为四驱系统陷着在稳定威胁的范畴 所以A7最大的特征是极具完善度 无论何种驾驶者都能非常容易安全地驾驶它 如果你问老四季 A7适合什么人 那就是那些有钱懂品味生活的群体 因为它更适合走在路上 不想普通 又不想太张扬的朋友 如果你不懂 也没关系 有钱就行了 我是老四季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可以下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永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再म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Honestly üzel